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 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快樂健康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的題目是 法國人少有心臟病的真正原因 那究竟為什麼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過去都聽過 法國人呢 他們是 即食物方面是吃很多脂肪的 有些動物脂肪 吃很多肥膩的 但是呢 比較美國人來說呢 法國人的心臟病是少很多的 我們過去都不是很 即是都 企圖去猜測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 過去一般都認為他們喝紅酒 他們認為紅酒有抗氧化劑 有保護作用 過去一直都以為是因為這個紅酒 因為法國人有紅酒的習慣呢 這個是保護他們的心臟的 其實我很相信紅酒都是有幫助的 但是最近新的資料發現 原來呢 他有另外一個原因呢 可能這個原因是真正可以解釋得到的 這個法國人為什麼呢 他們是這麼小心臟病呢 那麼 你們都聽過了 我叫French Paradox 即我們叫做法國人的撥論 撥論 即是矛盾 是吧 即我一向的宣傳的資料 我們所接收到的健康的資訊 其實是錯誤的健康資訊 都經常認為脂肪不好 肥膩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很怕吃肥膩 很怕吃雞蛋黃 因為蛋白醇 但是其實呢 發現呢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種錯誤的訊息 錯誤的資料來的 在六十年前呢 我們都有一位叫做Western Price Western Price 是一位牙醫來的 那他可以這麼說呢 是早然呢 在這位牙醫呢 是做很多的研究 是關於營養學的研究 那麼Western Price 是在牙醫半退休之後呢 他就是全世界呢 是去環遊全世界呢 去研究一些人的飲食 和牙齒的健康狀態 那麼他就在這方面 可以說是一種 健康營養學的先驅者 好了 那麼Winson Price 其實早年呢 他發現呢 在我們的 我們有一種食物叫做Butter Fat 就是乳脂 就是牛奶裡面的最肥膩那一層 很多脂肪的 是有一種物質的 有一種很奇怪的物質 他亦都說不到什麼 不過於是乎呢 他按一個名字呢 叫做活化物X 總之他有活化作用 叫做Activator X 那麼他發現呢 這種物質呢 活化物X 通常呢 是在我們的動物的脂肪 還有呢 動物的器官 尤其是食草那些 就是用食草飼養的動物裡面呢 就會有這種物質的 他就叫做Activator X 還有一些海產的食物呢 都含有這種活化物X 他也都知道了 大家相信這個很基本的醫學健康常識了 他就發現維他命A和維他命D呢 都會刺激我們的細胞呢 是做一些很關鍵的蛋白質呢 是保護我們的牙齒那個蛛牙的 那也都會幫助我們的成長啦 白肉啦 這樣 還有一個正常的那個 那個生育的功能的 那麼 當然啦 維他命A和D呢 也都可以呢 是保護我們那個 血管的 不要那麼快的蓋化啦 因為血管蓋化呢 會導致我們心臟毛病的 也都是我們的腦袋一個很主要的成分 那麼他當時也是他發明的 那但是呢 他發現呢 他說呢 這些這樣的 啊 蛋白質 就是那些身體 維他命A、維他命D 在我們的身體細胞 要做一些很關鍵的蛋白質呢 但是這些蛋白質呢 是需要這種 這種活化物呢 才可以活化它 那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沒有這種的特別的物質 它叫做 X 就算你有這種 有維他命A、維他命D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去製造一些的蛋白質 很關鍵的蛋白質呢 但是這些蛋白質呢 都發揮不到保護我們豬牙 增加我們 增高 啊 成長啊 還有正常的那個 那個生育 那個那個功能呢 其實這個保護都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所以呢 我們需要這個維他命D 這個叫做 Aactivator X 而且是用他的動作 還有那個 Cod liver oil 那個 敏魚油 敏魚乾油 來做一種 一種營養的治療 因為他這樣東西呢 即是敏魚乾油 与鱼脂肪和鱼脂肪都是含有很高的活化物X 他当时研究很多慢性病、退化性病 都是因为我们牙齿的问题、骨骼的问题 甚至乎我们脑的问题、新陳代謝的问题 都是很严重的 他们用这些方法、食物、鸩鱼肝油和鱼脂 医治避最容易的病 他们想想我们需要严肠什么 而不,既然用脂肪去医治疗 category 哭牙齿、骨骼、脑袋和身陳代謝的问题 当时光是га Saw Supreme '60年前,他们在片中观察工作 但当时没有人知道 这个活化物X到底是什么 虽然当时 Dr. Price 他可以示范这个 Activator X 通常他用一种 用一种Oxidizing Iodine 的淀化甲 将它处理了 会出现一种颜色的转 由Oxidizing Iodine 变成淀化 你知道淀化的颜色是啡啡色的 当时只能够用这个方法 证实了原来我们的肉里面是有这种物质 很简单,很明显 他可能用Butterfac 里面 滴这些Protestium Iodine Iodine 会变色,变成啡色 过去很多年里面 都有不同的理念 最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神秘的混合物是什么 原来是维他命K2 维他命K2 维他命K2 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 维他命 我们最近才了解到 原来这个维他命K2 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维他命K2 大家都知道 是一种脂肪溶性的维他命 它有很多种形式出现 在自然界有三种 最主要的就是维他命K1 K2 和K3 我们这次发现 原来最重要是维他命K2 是当时的神秘的物质 这种活化物 其实是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维他命K2 我知道 维他命K 是在帮助我们的肝 制造一些凝结的蛋白质 即是你就不会流血不止 所以有时候见到一些小孩 出生的时候 他就会打维他命K 因为他也怕有些小孩 初生婴儿是有一种毛病 即不是很常有的 但一出现的时候 他身体内部 是不受控制地出血的 所以就打维他命K 希望可以令到他 不会流血不止 是帮助身体肝去凝血 大家都听过一种药 这种药是一种薄血药 Cuma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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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常用的 一种薄血药 通常是处理一些病 譬如有些静物的血 很容易凝结 或者有些心房的防癫 我叫做atrial fibrillation 因为有些心脏 可能突然之间 心房会震荡 我用这个维他命K 企图可以帮助 用那个 不是维他命K 是Cumadine 一种薄血药 去处理这些问题 令到你的血 没有那么容易溶 所以是薄血药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种 凝血血块的问题 这个Cumadine 是会帮得到你的 但是 原来Cumadine 背后 原来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这个大部分都不太好 好了 我知道了 维他命K 会帮助你自然的溶血 但是不要以为 吃多些 就会令到你的血 会稠 有些人都很害怕 我的血太稠 所以我就不可以 吃那么多维他命K 我吃着薄血药 就不要吃那么多维他命K 那些食物 以为维他命K 吃得越多 血就会浓 跟你吃着薄血药的人 就有一种抗痕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问题 不会出现 你不论你吃很多维他命K 也好 你的血都不会因此而变得很稠 因为原来我们身体 接收维他命K的细胞 我们的接收站 其实不是那么多 我通常 我通常是 身体这些维他命K 接收站 通常是完全被用尽 饱和的了 除非你有一种很严重的维他命K 不足 或者因为那个 cumotin这种薄血液的干扰你 我身体的肝 通常就第一时间 就要用了维他命K 因为我们的身体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 那个血 不懂得凝解 凝血 会流血不止 所以很危险 所以我们身体的肝 第一件事 就一定用尽你身体的维他命K 帮你做一种凝血的 OK 那么 那大问题 如果你吃这些 这样的薄血药的时候 原来这种薄血药 是会令到 即破坏我们的肝 是制造这些 凝血分子的功能 那就是说 你会将你的身体 很多维他命K 的功能 是完全被它破坏了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 维他命K 的重要性 我给你解释 就是 就是 薄血药 是会破坏我们肝脏 利用维他命K 那么 背后的问题 就是维他命K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物质 来的 那我们刚才所说 就是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法国人 原来吃很多肥腻东西 乳脂 鸿鸿肝油 很多内臟的食物 但是他们心脏病 反而没有 很多人 经常要吃那些薄血药 就经常想要心脏病 对不对 想着那个 会 血 会 会 太厚 太贼 令到你心脏病 这个就是我一般的想法 吃很多这样的薄血药 但是薄血药 原来破坏我们维他命K 而我们维他命K2 是真真正正的 是保护我们的心脏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法国人 吃那么多肥腻东西 反而心脏病 是很少的 好了 那我们大部分的 维他命K1 在哪里呢 是叶绿素的那些 那些蔬菜类 那我们身体的自己 和我们身体 在大肠里面那些 那些益菌呢 就会将我们的 维他命K1 是转到维他命K2 的 OK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好解释 就是大肠不结 是百病重生来的 包括心脏病 那好了 我们的身体的大肠里面 那些益菌呢 是会帮我们身体 将维他命K1 叶维他命K2 的 和我们捕鱼类的 动物的细胞呢 也都能够 是将维他命K1 是转到K2 那一些 那些 那些 动物那些牛 那些牛 那些人吃草的牛 那些牛 他有吃了很多维他命K1 身体的大肠里面的菌 将K1变成K2 之后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要吃那些牛 最好吃那些是 吃草那些 现在很多牛是吃菊类的 好了 我们身体大部分吸收到 多数都是K1那类 我们知道维他命K1 和K2 都可以活化我们身体 是一些很重要的 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 和我们身体的维他命A 和维他命D 一种的过程 我叫做Carboxylation 一种化学的词 我们身体需要 就算是维他命A 维他命D 也需要维他命K1 和K2 制造这些 有活性的蛋白质 好 好了 在K1、K2 里面 原来 活化这些蛋白质 是更加活跃的 其中一个蛋白质 一种叫做Oseoccalcine 其实Oseoccalcine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身体的维他命D 骨内的钙 是靠Oseoccalcine Oseoccalcine 是叫做骨钙素 听名字都知道 骨钙素 这种维他命K2 就活化骨钙素 发现 他们的动物里面 就算是没有了 那个卵巢 也好 那为什么他们做 这个老鼠的研究呢 因为很多人 就怕着 因为那个 筋炎期 或者因为 切除子宫 整个卵巢 都切齐了 很多人会出现 出现骨質疏松 会加速骨質疏松 但发现 原来如果我们有维他命K2 是活化骨钙素的话 就算是没有了卵巢 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实现的重要的地方 好了 这个骨钙素 是我们身体的一种酵素 是由我们身体的 叫做Oseoblast 这种细胞 Oseoblast 就叫做成骨的细胞 即是说 这种细胞 是将我们的钙 与我们的骨 Oseoblast 另一种钙的细胞 叫做破骨的细胞 这亦相反的 所以还是Oseoclast 我身体 其实这两种细胞 需要平衡便可以 即是不可以 底下只有一种 成骨的细胞 太过活跃 身体就可以全般钙化 不可以 骨头可能都会终终骨齿 我们也需要Oceoblast是一种破骨的细胞 就是大家平衡,不要生太多 生太多,它就将它吃回一些 就是在骨骨的骨骨平衡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我曾经所说的Oceocalcium 就是这个骨骨骨酱 如果没有骨骨酱,我们的身体的骨骨骨会软弱 我们的Oceocalcium,骨骨酱是需要维他命BK2才可以活化 好了,还有一样东西,原来维他命K2 是在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可以控制和调节我们身体的炎和发炎有关的化学物质 我知道如果我们长期有发炎,我们就容易骨汁会流失 所以我们的维他命K2是平衡我们身体这些和发炎有关的细胞 我叫做NF,Kb,这些细胞 这个可以保护到平衡我们的破骨和成骨细胞的细胞 好,还有呢,他会帮助调理我们的呼甲状腺荷尔蒙 呼甲状腺荷尔蒙是令到我们的骨头里面的骨骨 就会离开,就是会剥走 去到我们的血里面 所以如果有些病人是因为副甲状腺荷尔蒙出问题 很多时候他很容易骨折,骨断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我们过去也都处理过这种毛病 但是在西医立场来说,你遇到这些副甲状腺的问题 其实都很难搞的 通常他就唯有用开刀,就把副甲状腺的腺体切掉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骨头上线大概有四粒的副甲状腺 但是如果你切完就不行了,一定要保留 所以有时候他切了之后,都不知道身体何时会否恢复到正常 切了太多,不够,就要吃那些副甲状腺荷尔蒙 所以其实挺难搞的 幸好在我过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我就用同类疗法 我发现如果是初期 那些人未开始吃这些副甲状腺素的荷尔蒙药 那是有机会处理得回他的 那我最近也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孩来的 那发现有这个问题 那幸好他就未曾做开刀,未曾吃这些荷尔蒙药 所以他处理得不错的 我用同类疗法的疗剂去处理他的 那还有,这个维他命K2 也都会改善我们那个葡萄糖的生产代謝 在骨里面,是帮助我们的所谓我们的能量 那个产生的能量 那我们的发现呢 就,在,譬如维他命K2 如果每日我们吸收到 45 个毫克 毫克毫克毫克的毫克 是,毫克毫克 是,毫克毫克毫克的毫克 是,是毫克毫克的毫克 是,毫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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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毫克毫克 是,帮助小孩子制造多些 骨質鬆疏之類的問題 我經常在鈣裡面入手 但發現吃很多的鈣丸都是不行的 骨質反而更脆 好了 我們那個維他命K2 除了加強我們骨裡面的鈣的成分 也都幫助我們的鈣離開我們的動物血管 我們不希望我們動物裡面太多鈣 但是如果你吃這些薄血藥 這些薄血藥是會防止維他命K2做這個功能的 即是如果你吃這些這些薄血藥 會令到你的鈣開始在我們的動物 開始慢慢聚集起來 成為我們的差不多一個血管 變得很硬斑斑很乾 我叫做rigid很脆 即是鈣化了我們的血管 其實是更差的 原來薄血藥是有這個問題的 最近在歐洲有一個研究 發現如果高的維他命 進食維他命K2 不是K1 是會令到我們的血管 是更加軟化 更加是柔軟的 這就是我們慢慢都猜不到這件事 還有呢 如果那些男士 如果他是進食K2的成分高 他減低心臟病死亡的機會 是減低多少 減低51% 那通常呢 維他命K2的食物呢 就是我們那個雞蛋 是 肉類 還有是全肢的牛乳類的食物 還有呢 發酵的豆類 譬如我們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納豆 還有魚 還有呢 如果我們的維他命K2 那個是高的話呢 我們的整體來說 我們的死亡率是減到26% 那如果我們每日的維他命K2 是達到45個毫克的話呢 他們的壽命呢 是給一些只得盡食十二個毫克的人呢 是長壽七言的 嗯 那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那個這個 我們可以解釋 我們這個 我們叫French Paradox 那所以法國人呢 是用很多 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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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油煮食 那種種食物呢 他們都發現 法國有一個地方呢 那些人呢 是Para God 這個地方 那些人呢 差不多是世界呢 是吃那些肥的那些鵝肝 吃得最高的 嗯 那原來呢 我們發現呢 在這個地方 Para God 這個法國地方的人呢 他反而吃那些牛肝 那麽肥的牛肝多呢 他那個心臟血管的問題呢 是可以說呢 是更低 是非常之非常之低的 嗯 那所以呢 我們 好了 我們都知道 荷爾蒙 就算那個 Oseocococin 那些耐性 那些骨肝 那些骨臘 有很多其他功能 那其中一件事呢 是幫助我們 什麼呢 是幫助我們處理 血糖 那方面的 我們處理的血糖呢 有一種 另外一種荷爾蒙呢 叫做 Edipo Edipo Nectin 叫做胰肢 胰肢素 那或者呢 我們時間關係了 下一次我会再跟大家介绍这方面的维他命K2的好处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氯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生命之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发觉人少有心脏病的原因 原医生刚才提到维他命K2骨盖素 那他其实是不是有很多其他功能和好处呢 那我也要跟大家开始聚述骨盖素的重要性 原来我们吃薄血药的酷米帝的人 因为它会影响骨盖素 原来骨盖素好像很多荷尔蒙 其他荷尔蒙其实不是单一个功能的 原来骨盖素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还有我们荷尔蒙其实可以这么说 是大家不断地来到沟通的 原来骨盖素是串通了另外一只荷尔蒙 我们的骨盖素和脂肪有关的 是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血里面的葡萄糖 原来骨盖素和维他命K2 和我们的胃盖素其实都有关的 我们的骨盖素就会低 即是不胖素不足 就会导致我们那个胃盖素的抗张力抗力大了 尤其是我们的一老年纪大的时候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很多的吃这些这样的西药 抗血药呢 是会破坏我们这方面的荷尔蒙 就是钙和血糖的荷尔蒙 就成为一种我们叫做metabolic syndrome metabolic syndrome 是一个新臣代謝的症候群 那令到我们的糖尿的问题更加严重 那将你也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过去 为什么这些问题呢 医来医去越医越和呢 其实因为我们有太多很创悟的资讯 好了 那你知道我们的维他命K2 这种在我们身体哪个部分最多呢 原来呢 在我们的口水线里面是很多的 在我们的胃脏里面也很多的 那还在我们的脑子那里呢 都非常之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呢 骨和我们的胃盖素里面的 那些胃盖素的细胞 那些胃盖素 那些胃盖素 其实是不断互相沟通的 那 当我们的身体呢 是骨要需要帮助的时候 譬如可能因为骨要成长啊 或者我们那个需要那个 骨质松疏的问题 那我们会放出一些的 荷尔蒙的信息呢 去我们的内分泌的系统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拿多些能量的 那这种这样的信息的能量呢 就是在我们的葡萄糖 和我们的胃盖素的功能 OK 好了 那 在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呢 在人类里面呢 这个骨盖素呢 本身已经有能力呢 是改善我们那个血糖 那个内内葡萄糖的能力呢 和我们那个胃盖素的分泌 和那个敏感度的 那就是说呢 它是可以呢 是 独立来到呢 是帮助我们身体呢 是那个 处理那个 那个葡萄糖 是我们血清 我们血清里面的葡萄糖 那个处理的 就是不需要那个支联素 就是我曾经所说呢 它会和它两个沟通的 那但是原来呢 那个骨盖素呢 是本身呢 是独立呢 都有这个功能的 嗯 那就是说呢 我们的 过去吃的那些 这样的薄血药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对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呢 是严重呢 是加加 就是会令到它的问题 更加更加 更加严重 OK 那所以呢 你看到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无论如何 在药物的处理之下呢 出现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呢 骨盖素的不足呢 是会加速我们 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呢 那个血管硬化的 OK 那你也看到了 我们经常都说说 糖尿病到最后呢 它怎样呢 会断手断脚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身体是缺乏这个骨盖素 和维他命K2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呢 是吃了很多这样的薄血药的 那现在看到这个关联 那我们身体呢 其实呢 是需要 维他命K2 我们需要的成分 大概每天呢 是最好有45个毫克 那这个呢 是会帮助我们心脏 和我们的血管 很重要的 那当然呢 其实呢 维他命K2呢 是对我们的脑袋 都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要看到呢 维他命K2 除了我们的口水线里面呢 胰壮里面有呢 还有我们的脑里面呢 是都有很多的 那很明显呢 维他命K2呢 是可以帮助预防白金逊 和Alzheimer 老人痴癌症的这些问题的 那可以看到呢 一个我们过去呢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 有很多很错误的讯息 那令到我们呢 是个个身体的健康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其中一样东西呢 就是那个薄血Yacomidin 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很破坏我们的身体的 那我大家 在过去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薄血的工具呢 一个很简单的天然工具呢 就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纳豆素 Natal kinase 原来维他命K2 是那么重要的 如果缺少了 是会令到那些血骨眼化的 那我想知道 维他命E 是否可以抗衰老的呢 那其实呢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维他命E 是可以抗衰老的 那但是维他命E 怎样去抗衰老呢 那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身体老化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膜呢 就会越来越硬的 就是知道 年纪大的人呢 你知道什么都硬的 皮肤又硬啦 骨骼又硬啦 关节又硬啦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我们的细胞呢 其实红血球细胞呢 都会慢慢地 越来越硬化的 那当然了 那这个呢 就会令到我们那个 血呢 就越来越厚 越来越浓 那当然了 如果血是越浓呢 我们的身体呢 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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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的流畅呢 是有问题的 那尤其在我们的 微丝血管那里 那所以 那为什么很多人呢 就要常常都 就是动不动 就吃那些 那些 那些薄血肉呢 那因为呢 很明显的 我们的血管呢 如果是硬化啦 我们的血那个 浓度是越高呢 我们的血管的流畅有问题的了 好了 那但是你想 你知不知道呢 我们的身体那个 红血球呢 大概是七到八的 micron 这样的 的直径的 那原来我们的 微丝血管呢 原来是更小的 更小 这个红血球的 那些红血球 如果要穿过 或者要流过 这些这样的 微丝血管呢 那它不一定要咬 就是能够有 有足够的柔软度啦 是 硬地逼入去啦 就是它不可以硬盘盘 一直地流通 因为它不会流通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的 红血球的细胞 是太过僵硬的时候呢 其实它流不入 我们的微丝血管那里的 那会令到我们的 血管的血液循华 是堵塞了啦 那好了 那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令到我们的 红血球呢 是软化它呢 和改善我们的 血液循华呢 那当然呢 我们的研究呢 是做一些 就是那些老鼠的实验啦 那发现呢 如果老鼠 年纪大的老鼠呢 它红血球的 柔软度呢 是和那个 维他命E的 那个 那个关系啦 那它发现呢 如果维他命E 是可以改善我们的 红血球的柔软度 会减低我们的 那个氧化的压力的 也都减低我们整体的 那个 那个血管的 那个氧化的 那发现呢 原来呢 年纪大的老鼠呢 它们通常的维他命E 身体维他命E 的水平呢 是比较低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是和我们那个 吸收那个有问题啦 那就是很多时候呢 年纪大的人呢 虽然它食量都是一般性啦 是保持得到 但其实呢 它会退化的 那其实原来呢 我们的身体年纪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的长壮 那些吸收营养的能力呢 是减得很厉害的 有些研究证言说呢 我们减了百分之八十的 虽然你吃得到 但你吸收不到 那所以呢 我们那个 那个长壮的吸收 是很厉害的 那我们发现呢 维他命E 是可以是帮助 我们这方面的 那个血管的软化的 那好了 那维他命E 那个 我们的血管 那个 血管壁 我叫cell membrane 血管膜 是很厉害的 那也都解释到 我们平时呢 就是 就是 维他命E的进食量 是其实很厉害的 那维他命E 是属于一种 叫做 脂肪溶性的 那其实是很多 油尼的食物里面 会有的 那 那当然 除了维他命E 我们也有一种叫做 卵轮脂 这些 都是帮助我们的血管 迫 那个 那个 柔軟度 那这些都是一种 对我们的血管 眼化 是很大帮助的 现在天时暑热了 那我们都喜欢吃一些 冰凉的东西 好像 雪糕 雪条 但是多一些 不是那么健康的东西 那有时我们可能会 冰一些西瓜 在冰箱里 拿出来吃的 那它又多汁 又解渴 但是有时我们会觉得 很甜 那其实 适不适合那些糖尿病人的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夏天的 鼠烟的夏天 最能够想起的食物就是 西瓜 西瓜 就是很清甜 是不是? 又水分高 可以解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 热带地方的那些国家 可以这么说 一到夏天 西瓜 是到处都有的 那西瓜 到底是不是一种 很有益的食物呢? 因为大部分人想到西瓜 很多 就是 很多水分 是不是? 可能百分之 九十九 都是水分 和那些 纤维 那到底营养价值高不高呢? 现在最近 在新的营养资料 发现 原来西瓜 的营养价值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甚至乎 很可能是一种 最健康的水果 大家都看到 西瓜 是水分多 利尿 是不是? 一人吃西瓜 吃得多 就常常是 营养的次数 很明显 西瓜 有利尿的作用 因为西瓜 是含有很多甲 甲 是会帮助我们 排除我们 腎里面 积极的毒素 西瓜 也可以帮助我们 减轻我们 血里面的 尿酸 好 也会减低我们 身体的 肾脏 受伤 或者 会减低我们 肾脊 肌脆 当然 它是一个 水分高的食物 很明显 会帮助我们 清洗我们 肾脏 西瓜 也有很多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我们 肾脏 我们的健康 长期帮助我们的健康 好了 但西瓜 原来也可以帮助我们 血压 我们知道 甲 和尾 都是我们的 西瓜里面 一个很主要的 抗蜜炎成分 甲 和尾 都可以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的血压 里面有些胡萝卜素 也会减低 防止我们的 动物症 血本壁硬化 可以帮助我们 减低血压 即是说 西瓜是可以帮助 减低血压 当然 暑热的天时 我们最怕是中暑 暑热 可能是中暑 西瓜 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体温 和我们的血压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 到处都在 好了 你刚才问 西瓜有很多人说 糖尿病的病人 是要介食甜的 包括水果在内 因为西瓜很明显 是很甜的水果 但你知道 糖尿病的病人 因为有时候 血糖控制得不好 经常是很饥饿的感觉 但是 到底他们来说 西瓜对糖尿病的病人 是有益 还是没有益 原来 西瓜虽然是甜 但 它的卡路里 其实也不是那么高 西瓜里的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水分和纤维 还有西瓜里面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和矿物炎 就像你所说 甲尾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 胰岛素功能正常化 所以西瓜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血糖水平 是 西瓜里面有一种叫阿俊宁 阿俊宁 亦都是帮助 这种叫做 阿俊宁是一种 胺基酸 这种胺基酸 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 控制我们的胰岛素 所以 很多病人 吃西瓜的时候 西瓜皮 用西瓜皮 作为一种拌食 所以 在糖尿病的病人 一般的情况 我们如果吃西瓜 最重要是 西瓜的白色那一层 那是很重要的 因为 里面的成分 例如我叫阿俊宁 是叫做精胺酸 成分是很高的 所以 在西瓜来说 记住 主要的成分 是白色那一层 不只是红色那一层 那方面 我们也有一种叫做 Lycopene Lycopene 是番茄 即是 番茄红素 Lycopene 这种也在我们的西瓜 很多 从今你看到 橙色的红色 都是 表示这方面 Lycopene 成分很高 还有胡萝卜素 这些全部都是抗氧化的功能 还有抗衰老 令到我们的心脏 保护我们的心脏 减轻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 所以 西瓜 原来是对我们的心脏 也非常之好 西瓜还有一个功能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肆脏 肆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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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的燃机大 或是惊玉的 而自己的原因 其实都是肆脏 肆脏 构成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好了 西瓜里面的 有胡萝卜素 维他命C LUTIN ZEOCENTINE 这些全部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就减低它出现这个黄斑病变这方面的问题 也都令到我们的眼睛没有那么容易干 没有那么容易出现那个青光眼 那个脑神经线的问题 好了,那么青光眼还有一个东西 可能大家都过去可能未必会知道 原来青光眼因为它是有丰富的阿尊联 刚才我所说的氨基酸 大家都听过,现在市面经常听到韦哥 韦哥其实原来西瓜是可以帮助一些 不举问题的男性性方面的问题 原来西瓜含有丰富的精安酸 阿尊联 精安酸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流畅的 所以它也帮助我们的心脏 也帮助男性有不举这种问题 所以西瓜你猜不到原来是在我们的性生活方面 原来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通常人们会怎样做西瓜汁 西瓜汁记住用白色的一层皮 每天都去吃的时候 可以说在性生活方面都会有改善的 所以看到西瓜的效果是很广泛的 好处是很多地方都有 很容易找到的食物 原来发觉人们吃这么多肥腻的东西 是可以增加他们的维他命K2 又可以保护他们的心脏血管预防硬化 素食的人原来吃西瓜都有这个效果 是的 你已经看到了 其实不是一定要吃肉 吃脂肪才能得到这些功效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是大家吃素的人 其实吃多些西瓜 都可以帮助你减低血压 控制血糖更加好 尤其是你吃白色的部分 西瓜白色的部分 可以减低血压 你会问到底有没有最近的科研 是证实了西瓜是可以减低血管硬化呢 原来在University of Kentucky 即是美国一间大学里面 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他就用什么呢 就用一些老鼠 看看可不可以用老鼠控制 减低血管的胆固醇 一组老鼠就只给它喝水 第二组老鼠就给它喝西瓜汁 这个研究是进行了大约八个星期 这些老鼠就会减低血管的脂肪 它的体重是减低血管的 它减低血管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的体内脂肪是减低血管的 很多时候都希望是减低我们身体内部的脂肪 尤其是我们血管壁的脂肪 那发现呢 原来呢 我们吃西瓜 喝西瓜汁呢 是彻底是可以减低我们身体内脏的脂肪 但而我们身体的肌肉呢 反而没有影响到 反而没有影响到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听过 有些人用西瓜来减肥 其实原来都是有它的科学的根据 袁医生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西瓜呢 那大家都小时候 可能都有见过人家选择西瓜 或者自己都有去买西瓜的经验 那有时候西瓜店呢 它有时候是为了证实里面如何好呢 你要求它 它会切一块给你的 就是拿出来吃的 那当然啦 有时候很多西瓜店都未必肯这样做的 那我们怎样去选择西瓜呢 其实呢 我要了解到 西瓜呢 其实最好呢 就要在树上熟 就是起码地上熟 就不要 那我们怎样知道它熟得够不够呢 那第一 我又看那个颜色 那通常呢 西瓜是绿色的 好的西瓜 熟得扣的西瓜呢 通常在地上熟的西瓜呢 你会见到呢 上边和下边有不同的 上边是绿的 绿得来呢 最好呢 就有一些暗的绿 就是不要传过的很滑 很光滑的那种 那如果是向天那方面呢 那个部分呢 就要绿得来 是有点暗绿色的 下面那里呢 接触地下呢 它的颜色会变黄的 那所以呢 你选择西瓜呢 它是不是真的在地上熟的呢 那就要看它有没有 下面有点黄黄的 还有呢 上面呢 是绿得来呢 就有点牙色 就不要很光滑的 那另外一种呢 大家都听过了 有些人拿起来的西瓜呢 来到感觉一下它呢 那当然它感觉什么呢 要再受 看西瓜重不重 重不重 就是如果那个西瓜是 那它敲什么呢 其实呢 它就敲听的声音 很明显 是怕它就可以了 拿高的时候呢 用手指 砰砰砰它 那你去听什么呢 你听这些声音呢 如果声音呢 就不要太过 我叫做高音调那些 就是水那些水 可能还是很生的那些水 空间还未够 那你听起来 就是那个声音 那个音频 是高一点的 但是要听那些 是比较沉一点的 就是那个音频比较沉一点 你敲下去 是沉一点的 就不是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是比较高音调的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了 那当然了 你要它够重身 那当然呢 它熟得那么上下呢 那些水分呢 开始都可能会 开始慢慢干的了 那所以你由那里又听 又看重身 就是它的颜色那里了 那好了 那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呢 买西瓜呢 是一罗一罗买的 可能便宜很多了 我记得小时候呢 那我通常这些西瓜 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那你买成罗西瓜 成十几只 那你不可能就是雪柜的了 对吧 那原来 我说是在那里的 那里的西瓜呢 最好是比较阴凉的地方 嗯 就不要真的在雪柜的地方 因为雪柜的温度比较低呢 其实都会破坏那西瓜的 那通常呢 我们都大概是十几度到 说我说是华士啦 十几度到六十几度那样 那这个是最好的了 那当然了 那在外国呢 那在外国呢 有很多些地牢啦 对吧 那地牢是差不多 那温度的了 那但香港呢 很少这些这样的地方的 那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呢 我们是放在一个走廊那里的 那些旧楼以前那些旧堂楼啦 对吧 有一些很长的走廊的 那我们记得小时候呢 那我们的西瓜呢 是会放在一个旧走廊那里 阴凉一点 阴凉的地方 就不要热 也都不要呢 就一早就放在雪柜 那当然啦 开了之后 当然要放在雪柜啦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 储藏西瓜的方法啦 那当然啦 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买的西瓜呢 通常都是买一只都够重的啦 是呀 不会说呢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呢 我的家就乘楼地买回来的 那放在那个走廊那里呢 到适当的时间就开来吃了 嗯 原来西瓜有这么多好处的 尤其是对男性方面的 那大家要趁夏天吃多一点啦 那所以呢 自然界的安排很有趣的哈 在一个夏天的时间呢 选业的时间呢 西瓜呢 就是一个是季节性啦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吃西瓜呢 原来这么有道理在这儿的 今集的时间又到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与原医生会诊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你怎么会诊计的呢 要是那些电话 那一天